先吃個包, 我知道肚子餓了 不吃了, 眼神不肚子餓了 趕了幾天, 氣寒氣喘 那時候大氣也不用休息了 那時候死白鼻, 害得我... 他的傷, 今早幾時才好 乾爺, 你的傷是要慢慢調養 不急得的 待會兒我去拿點藥酒給你泡一下 這樣會舒服一點的 好呀, 剛好聽 師父, 我們去武當山還有很遠的路程 我想我們不如在這裡多住幾天 一來, 你可以調養一下身子 二來, 乾爺也可以多休息幾天 這樣呀? 是呀, 師父 與其這麼粗勞, 不如先養出精神 無後顧之憂再上路 那好吧 對了, 我睡了幾天 教訓足精神, 養好傷 把股勁上來 白眉, 我把左眉也剃了 白無慰言同志公威力, 心不可測 你和我, 如果和單打獨鬥 他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再加上, 武當人多世俗 又是他們的地方 正所謂他們是暗, 我們是味 形勢大大不利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就不相信白眉他有三頭老鼻 我就不相信天無眼 難道真的沒有人能打砸他嗎 當年我們師父, 夏仁慈師曾這樣說過 我們的師兄弟之間 趙叔伯明, 他誤性最高 真想不到, 他一眼之差 走入歪路 脫離了少林, 轉頭無當 還跟少林為敵 如果不是師父一念之仁, 無費他武功 今天就不用搞到一窩粥 師父他是一片七人之身 他怎麼會想到他恩張仇父 變本加利為看少林呢? 師父, 為了師父, 為了少林 只剩下一絲的希望, 我們絕對不能放棄 難得你有這麼決心 喜倌, 明春 從今天開始, 你們一定要勤力的練功 希望在去武當之前, 你們能夠實力加強 或者都可以對付白眉的 是, 師父 是, 師父 但是你們要想想 武當武功是源於少林 那個白眉對少林的武功是療癒指掌的 來, 除非找些怪招 又或者有一點點的可勝機會 怪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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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榮春的榮春拳 變化多段, 幸運流水 游中帶綱, 難以作為 和少林風格完全不同 或者對付白眉, 開起出席制勝的作用 師父說得對, 榮春拳可塑勝高 榮春, 你就好一點練 看看可不可以改良一下, 增加他的威力 榮春知道, 榮春一定會盡你意為 師父, 不知道希冠有甚麼可以做到的 這樣 既然榮春拳是我們現在的希望 希冠, 不如你就練一下榮春拳 榮春拳? 榮春拳是適合女的練練 如果叫希冠練, 我爹有點不妥 是就是, 但是馬死落地下 這個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師伯, 你放心 希冠一定會盡力練的 怪招 怪招... 榮春 榮春, 怎麼用二字鉗羊馬之後 回去步伐更慢了 不會的 喜倌 好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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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春, 你榮春拳的練度 揮灑自如的境界 這麼短時間就這麼大進步 真是如之可教 師父 你有沒有流口水, 你是男人 老婆還沒娶回來 就被她打到你七零八落 如果你再不思進取 弄得她突然欺負你 你站著也沒有站著, 說你聽 乾爹, 你說甚麼 是呀 是呀, 是呀, 是不是師爺 你說 師弟, 你說得對 剛才希冠的榮春拳 好像勉強一點 希冠, 你一隻牛狗這樣坐著幹甚麼 真是 我告訴你, 我幾十歲的人 事都是這樣 說得出來說的, 不聽大腦的 剛才的事, 不要想了,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喂, 喂 怎麼喝光, 留給我才行 乾爹, 與你無關 榮春拳財貌相傳 學甚麼都這麼聰明 她自己創過榮春拳 變得出神入化 而我呢, 一個大男人 而且我一樣可以給她 說完了嗎? 說完我已經說了 其實呢, 你來想事呢 想一遍 榮春拳呢, 是榮春創的 女孩子玩的 機會又是考勁的 我今天教你為甚麼 四平大馬 你是操毫勝渣, 你玩他的拳 不行的 所以就繞手繞腳 無論如何, 榮春的武學成就 確實比我高很多 我真是望尋魔救 真的嗎?我剛剛才在說你 你想事就別想一遍好不好 轉一下彎, 用另一個角度來想 是, 榮春呢 無疑比你厲害 不等於她一輩子厲害 你知道她有句話嗎? 對, 叫做學無前後達者為師 榮春呢, 用她的特點創造榮春拳 你也可以的 你想想, 用你的力量 用你的硬條硬馬 這種特點, 自己練到自己的拳 都可以的 吃到自己的拳法, 我也可以嗎? 年輕人, 別這麼自卑 眼光放遠一點 你別以為我常常喝酒 瞞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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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 榮春呢 對你來說, 有很多人比你厲害 但是呢, 你有很多人比榮春 當然, 做甚麼都好, 萬事起頭難 但是呢, 最主要就是 你吃飯就想想想 睡覺就想想 甚至是茅廁也想想想 那想想想的時候呢 你就會想到自己的拳法了 好, 做你自己的拳法 到底怎麼再開始了 那就靠你自己了 正所謂若要人像我 除非兩個我 天下間, 有誰能夠比自己 更了解自己的人呢? 是不是? 聰明, 不要令我失望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難解就可以了, 把我們捉住 真是無當的人 糟了… 有甚麼事? 小姐, 我發現了無當弟子 我還搞定他們 原來他們還不肯放過我們 那可能會被他們發現 我們不要再留在這裡 那收拾東西, 馬上走了 好 有毒肺 走… 這個卑鄙下樓的白眉 一隻豈有此理 居然找人一直暗算我們 枉他還自稱自己是一派忠師 他想趕緊殺死我們 當然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其實他怕我們少林武功 有我們少林一日 他根本就不能夠稱為天下第一 這個白眉老鼠 我每天見到他 我弄掉他的頭 一路上還有很多阻滯 看樣子大家要打氣十二分精神才行 有了, 是了 楊爺, 你幹甚麼 喜倌… 你今天白眉老鼠和那幫流落 襲擊我的時候 你呢, 只是臨艾不拒 兩個兇手打了棺材 這就是你自己的毒家功夫了 我當時只是一時情急 心裡只想著怎麼推開棺材 完全沒想過用甚麼招式的 那就是叫情急至生 這就是他自己的本能 那就是說 已經打出他自己本家的功夫了 好…